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日本首相突访乌克兰,了事俄中勾结 日本外务省表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访问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重要的会谈 日本广播公司NHK甚至播放了岸田 在波兰边境城镇普热梅西尔顿 登上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火车的镜头 这简直是公开的挑戏普京 最新消息称 在日本驻乌克兰大使的配同下 岸田文雄首相已经抵达基辅 将要展开一系列的访问活动 日本目前是全球七大国中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领导人唯一还没有访问乌克兰的 岸田文雄今天弥补了这个过失 而且是以公开姿态访问乌克兰 日本曾经在1905年打败过俄罗斯帝国 日本也曾经多次打败过中国 比如中国人自称的元朝的时候 因为唐宋元明清嘛 而且中国人常常是充满了自豪感 所以元朝的时候最强大 但是呢中国人呢 一方面呢就是为这个元朝的强大 骄傲和自豪 另一方面呢又经常控诉说 日本侵略中国 但是呢几乎没有中国人想到 或者提到中国人在元朝的时候呢 曾经两次大规模的侵略日本 当然主力部队呢都是蒙古人 或者朝鲜人还有满洲人 汉人呢主要是打打扎帮帮忙 但是呢这支两次这种庞大的军队呢 都被日本人打得满地找牙 甚至登陆日本的军队 包括蒙古铁骑什么满洲铁骑 朝鲜铁骑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岸天文雄精心选择普京习近平 在莫斯科狼狈为艰的时刻 公开访问基普 显示了日本对俄中这两个帝国的藐视 事实上如果日本放手武装起来的话呢 完全有能力同时消灭这两个帝国 北约实际上到时候只要看看热闹就行 大家都知道日本国土狭小 这恰恰成为优点 为什么呢 因为现代战争呢 你一个人是要攻打敌人 第二个人你要防守自己 而日本狭小的国土呢 恰恰一语建立完善的防御制度 也就是他的反导系统 爱国者系统 美国生产的各种各样的防御系统 日本人可以给他 把国土防汇的严严密密 让俄中两国的导弹呀 核武器呀 空军呀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日本的防御网 也就是说呢 对日本呢 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而日本本身呢 具有比中俄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多的工业能力 因为日本能制造出高级的导弹 武器 甚至核武器 比如说日本呢 大概是全球核材料储备最多的国家 他的前首相 我还记得小圈春伊朗就曾经表示 他说你们中国造了几十年核武器 不是还造出来几十枚吗 最多两三百枚 而我们日本只要一个礼拜就能造出一千枚核武器 其实有一千枚核武器 就足以灭掉俄中两国的主要战争能力 因为俄中两国呢 没有防御能力 就说只能挨打 但是呢 俄中这两个国家呢 根本就不知道反省这一点 还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很强大 在访问乌克兰之前 岸田文雄还访问了印度 并且推动了印度对俄乌战争立场的重大转变 日本呢 对印度首相 对印度呢 许诺了一系列的好处 尤其是战略利益 甚至呢 可能暗示这个印度呢 将来日本将要帮助印度获得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所以呢 终于推动呢 印度这个总理莫迪 站在这个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立场上 从原先呢 倾向于俄罗斯的态度呢 来了一个大幅度的转向 现在呢 印度总理莫迪明确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而且呢 莫迪当然很高兴能够出席 五月份 也就两个月之后呢 在日本广岛召开的极其领袖高峰会 也就是西方七大国 也就是全球七大国的这个高峰会 这预示今后日本呢 印度呢 愿意承担 这个亚洲 维护亚洲和平安全的这个责任 中国当然是彻底没戏了 因为中国呢 是印度的死敌 也是日本的死敌 也是澳大利亚的死敌 中国呢 已经肯定会 能落为一个像俄罗斯一样的落后国家 就相对俄罗斯在欧洲 中国在亚洲 未来的地位呢 已经确定无疑了 当然呢 也有网友认为呢 日本不能对印度阿珊 期望过大 因为印度人唯利是图 十分狡诈 印度目前仍然在低价 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然后储藏起来 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 间接的支持俄罗斯侵略的行为 因为这样俄罗斯手里就有现金啊 他就可以购买他急需的各种各样的战争这个物质 印度呢 甚至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任何决议都投弃全票 这显示了印度缺乏最基本的正义感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我们就能看到 印度呢 一向是自称中立 是搞什么 这个不结盟国家联盟 其实呢 他一直站在俄国一边 是一个唯利是图 不负责任的国家 而 对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立场呢 其实是当今 这个世界上 衡量一个国家 品格的一个四金石 就是说呢 你如果连这个立场都站错了的话 那很难保证你是一个愿意维护 很难表明你愿意维护人类的和平以及自由 比如在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方面呢 客观的说呢 英国给印度带去了文明 带去了英语 带去了现代民族制度 还有现代医疗教育司法体系 但是呢 印度人跟香港人 新加坡人类似 都不知道感激 而且呢 英国人从来不排斥印度教 甚至呢 英国现在都能选举一个印度教徒 比如说现在的英国首相 苏纳克担任英国首相 而反观印度呢 他不仅排斥基督教 因为我在印度待过 我甚至跟在印度的美国传教士接触过 印度的这个排斥基督教的立场 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就像印度教徒呢 总是排斥所有任何宗教 总是 而且印度政府呢 也积极予以配合 这个实际上对印度的发展极为不利 所以说呢 这个立场呢 使得印度呢 人呢 就是说呢 像中国人一样 喜欢胳膊走着往里拐 所以呢 印度根本不可能选举一个英国的基督徒担任总理 所以这两国的这个道德水平呢 或者说国民的这个素质 那真是有天壤之别 印度人呢 讲老实话 只能选择莫迪之类的香巴佬阿珊呢 来当首相 另外一个重要消息就是 浙江民运人士狱中求救 浙江著名的民运人士吕耿松呢 日前从狱中传出信息 救救我 2023年3月18日下午1点半 正在浙江湖州监狱服刑的 这个艺人士吕耿松 对前来探监的妻子 汪小娥突然表示 救救我 当时呢 吕耿松按照监狱的规定 戴着口罩 在遇到妻子 在会见时遇到妻子和两个妹妹的时候呢 她突然揭开了口罩 把口罩揭出来 翻开一看 里面写着三个大字 救救我 这可能是她特有的唯一的表达方式 因为现在监狱见面呢 实际上是 虽然面对面 但是中间割了一个大窗户 那个大窗户呢 是声音 没有任何实际的传递 也就是说呢 你东西递不进去 声音甚至都传不进去 声音呢 是通过那个 电话耳机 两个人在那个地方交谈 所以呢 吕耿松呢 只能用这种方式呢 来给妻子和两个妹妹 一个强烈的信号 来表示呢 她现在遇到了这个危机 吕耿松呢 是浙江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 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 曾经在浙江 现在的公安大学任教 也就是说呢 她放弃了 做镰刀的这种 这种道路 而走向了为人民服务的 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希望中国有一个民主的前途 2000年 那个时候在香港出版了 中共贪官污吏一书 这个书呢 系统的分析了中共 这个腐败的根源 以及99.9%的中共官员 都是贪官污吏这么一个事实 2007年 呂耿松呢 遭到这个抄家被拘捕 然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 而到了2014年 呂耿松又被当局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判刑十一年 目前仍然在狱中 而且呢 处境十分危险